9号 俊玲 刚才你说头发排第一 然后娶个顺眼的媳妇 合适的媳妇 你就能把头型改了 媳妇说话了 你就可以改 那媳妇要是不同于你飙车呢 你能不能不飙车呢 看那个媳妇啥样了 达到我的飙子 就达到你的标准了 个儿够了 个儿够了 对 我看一会儿啊 你啥爱好都没了 没媳妇呢 还能自己捣着捣着头发 飙飙车 你看现在车 头发已经变成老王头了 别想了 现在就看车了 来 车 达到标准了 1米62以上 瞅着还挺舒服的 车 那个爱好那不能变 不是 那现在看来 你这明显 车排第一 媳妇第二 头发第三 是吧 重新排序一下 头发第一 能不能有点原则 是吧 好 好 老许 那个我就支持一下小伙 小伙说把那个头型排第一 然后车排第二 然后那个媳妇排第三 我觉得没啥毛病 像刚才女嘉宾说的那个 又要把头发剃成那个王哥那样 王哥那是MC大脑瓜 他咋的才也没有那个 小伙这个头型好看呢 看一下那个小伙就是 那个改装车得花多少钱呢 改装车花了两万多钱 我觉得你有那钱吧 你不如投资到你媳妇身上 你说就是整整容啥的来 玩整那个范冰冰之间 那多好啊 丑着还得劲 因为我的爱好就是喜欢车嘛 车你就先对付开着呗 我不能对付丑啊 感觉我搭车的硬车 你跟车过去吧 拉倒吧 来 看第二个 我就出过一个对象 是朋友给介绍的 接触后发现她的脾气太大了 啥事都发脾气 还特别能做 我受不了就跟她分手了 现在这农村小伙子的婚姻 有三大危机 第一 动不动媳妇就离家出走了 我渴了 想吃橘子 没有了 就有苹果嘛 我就要吃橘子 我走 回家了 第二 媳妇跟人上网聊聊天就跑了 第三 骗婚 骗彩礼 这太坑人了 咱俩性格不合跟你说过不了啊 不过了 咱俩才过几天啊 你把彩礼还给我 彩礼啊 我告诉你啊 要钱你分明以后 以我看呢 就这些男人拿不住自己的媳妇 今天教你一招 就要和她讲道理 咱们给讲道理啊 那好吧 咱们给讲道理啊 走吧 好吧 咱们给讲道理啊 那咱俩还是过的 我还有一点要求 无论我多喜欢你 只要你抽烟喝酒打麻将的 我都不要你 平时也有给我介绍对象的 但是我都看不上 不是个小 就是性格太豪放了 所以我找媳妇 身高必须一米六以上 性格必须温柔像小年娃 大号圆圆 小伙 我刚才听你说 要和女人讲道理 你怎么讲呀 你不知道我们就是道理吗 那个 动不动就发脾气 我可以跟你讲了 我这点小脾气你都忍不了 就是不爱我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 动不动就走 那你惹我生气 谁能接受了吗 凭什么我不能吃点小性子 而且你还比我大 你让着我点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 那我给你讲道理 那你应该 那你还和我讲啥道理 那你也不能总发脾气 你这不是跟她讲道理 你跟她视为我告诉我 你让不了 再好小甜甜 小伙 你好大的胆子 刚跟女孩讲道理 今天再来讲讲道理 我现在是你女朋友 在一个浪漫的舞后 亲爱的 你爱我吗 竟然都犹豫了 没犹豫 犹豫啥 那你爱还是不爱 你爱还是不爱 你说 你说 你快说 我长得害怕了 爱 好亲爱的 你这样那么爱我 你把那车卖了 我不喜欢 看着它我就闹了 卖它 这车不能卖 这咱以后的工具 咱有车多方便呢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它 我看着它我就闹心 我雅铃疼 动得疼 屁股疼 心脏疼 腿也疼 浑山上下哪儿都疼 没车不行啊 得凭我的 那你没喜欢 行不行啊 没车不行 你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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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是我洗的吗 她怎么弄 你不把它卖了 咱俩就别过了 现在是车和媳妇二选一 我看你媳妇是这架势 选啥 媳妇正漂亮 那个道理跟她讲了 那不行 那车卖了吧 小华 我给你总结一下 好 给你模拟这个意思 我就想告诉你 不要跟女人讲道理 女人就是道理 对女人只有一个字 爱 你要知道 其实不是说 所有你以后接触的女孩 都会这么蛮不讲理 说非得让你卖车 非得让你捡个老王头 不是 她们今天就是想模拟一下 想告诉你 跟女人讲道理 你就别照亮了 讲不过 有的时候 这蛮不讲理的劲儿一上来 你就根本讲 道理就是女人 你都讲了女人就是道理 你讲什么道理呢 太酱了 咱不跟她 看着什么 不是 你还不服啊 小华 我跟你说 今天告诉你的可真 全都是道理 我给她讲的是道理 她不听啊 王哥每个礼拜 都坐这儿讲道理 你问问王哥 回家我敢讲道理吗 那讲了也得有用啊 还是重复一下咱们场上 刚才小甜甜又说了 场上一男嘉宾老段 说过的一句明眼 女人哪 女人就是用来爱的 不需要讲道理 所以小伙儿啊 记住 女人真的是用来疼爱的 别掰扯那么多道理 有时候道理掰扯多了 感情掰扯薄了 是不是啊 加油 小伙子 加油 加油 好 好 你说